我想了很久 只有一个云影 你瞧不起我 觉得我的武功不如你 不是的 朝银 那是什么 神雕侠侣被称为 金鱼武侠中的情书 奸及写进人间的痴情苦恋 不只是杨过和小龙女 这个主线故事 就连知线故事中 林莫愁对陆阮元的图恋 吴三通对何元君的激恋 英姑对周伯通的苦恋 郭湘 陈英 陆无双 公孙绿恶 对阳过的丹恋 无不是让人荡气回肠 恶婉叹息 然而在我看来 神雕侠侣中最让人为之气节的 却还是古墓派祖师 破获林朝英 和权真派祖师爷 王重阳的那段 别别孽孽的怪脸 林朝英样貌绝美 武功极高 对王重阳痴心一片 戏查王重阳对林朝英 用心之深 也绝非是流水无情 那么到底为何 王重阳宁愿出家 也不肯娶林朝英呢 可能早在《射雕英雄传》中 周伯通就已对郭靖说出原因 王重阳实在有他的难言之意 一 绝代佳人林朝英 重阳怎能不动心 以往有种说法 说王重阳不娶林朝英 就是因为不喜欢 然而俗话说得好呀 男追女隔坐山 女追男隔层沙 主动送上门的女人 男人一般都不会拒绝 更何况是林朝英这种极品女人 王重阳是武学奇才 林朝英也堪堪与之匹配 就连极耀不驯的黄耀师 也亲口承认 如果当年林朝英去参加华山论剑 不仅是包括自己在内的 其他思绝不敌 就连王重阳这个天下第一的名头 也未必能够到手 更难得的是 林朝英不仅是学霸 样貌也是一等一的出挑 古墓后堂挂着一张林朝英的画像 只见他256岁年级 容貌极美 秀眉入病 正在对镜梳妆 而杨过和小龙女在华山游玩时 见到玉女庙中的神像 都是目的一惊 那玉女神像风姿燕燃 端丽万芳 俨然便是林朝英的模样 试问这样一位绝代佳人 又对自己痴情一片 听说自己事业受挫 一蹶不振 闭门不出 便千里迢迢赶过来 想梦设法把自己击出来 带着精心准备好的苗金箱子 金袖侠配 尚感着要嫁给自己 在座的哪位男士能够拒绝 作为侄女 有个鸡品大美女这么对我 我都不敢保证 明天早晨的天是蓝色还是彩红色 而王冲阳跟林朝英相处的种种细节表明 他对林朝英 也不是微微心动表示尊敬那么简单 二 种种细节表明 王冲阳心中爱煞了林朝英 阳果和小龙女在古墓大王时 打开了林朝英的架状箱子 只见那金袖侠配 大红衣裙里 藏着一束信扎 正是信念王冲阳组织抗金时 写给林朝英的手书 打开书信后 尽本封信上都在描写军情之艰难紧急 沐浴在爱河之中的小龙女 一眼便看穿王冲阳深藏在字里行间的情谊 猜到林朝英收到信实的信息 如此胶着困顿之中 他却还不忘给林朝英写信 关心他的伤势如何 殷切之情愈然指上 这不是爱又是什么呢 还有小龙女给杨过睡的韩玉床 之前小龙女一直以为 这练功疗伤的起宝 是林朝英自己耗费心血所得 看了两人的书信 小龙女才知道 这韩玉竟是王冲阳为给林朝英治病 万里迢迢跑到北极 花了七年心血 在百丈兼兵之下挖出来 又克服艰难险阻 送到林朝英身边的 大家试想一下 若不是对这女人 有满腔热血一片深情 王冲阳怎么能够蹲在北极 找了七年兵 还有个小细节 不知各位朋友记得否 那便是重阳宫的正堂 挂了一幅王冲阳的画像 而这画像正是林朝英亲手所绘 几十年后 王冲阳和林朝英都已作骨 王冲阳却还是让自己的徒子徒孙 对着林朝英所绘的丹青 给自己行礼 这是怎样一份隐晦翡测 玉里还乱的感情 而《神调侠》里原著 也曾直接写到 当年王冲阳和林朝英互有深情 全真无子 尽皆知晓 看吧 他两人的感情 真不是林朝英 一厢情愿的独角戏 那么林朝英跟王冲阳打赌 让王冲阳若输掉 便要么原地结婚 要么原地出家的时候 王冲阳为何就能硬起心肠 选了出家呢 这家伙到底在拧巴些什么呢 答案可能就在《射雕英雄传》中 周伯通对郭靖说的一句话里 三 周伯通对郭靖说了一句话 无意中透露真相 郭靖来桃花岛时 遇到了山洞里的周伯通 周伯通唠唠叨叨 对郭靖诉说 娶妻和美貌女人的猪斑坏处 让他远离黄荣 最好把黄荣嫁给欧阳克 让这坏小子一举两失 又吃女人的苦头 又练不成童子功 周伯通的唠叨 让郭靖不胜其烦 然而其中一句话 却让人眼前一亮 王老邪又怎能囚禁 我在这鬼岛之上 话重点 王冲阳是练了好几门 童子功在身上的 而且这童子功极为厉害 周伯通这个二流高手 一旦练会 就能将黄荣氏 这个一流高手不放在眼里 不像杨国这种 至情至性的情种 王冲阳是那种 事业心很重的男人 年轻之时 便专心抗金大事 不去顾及男女之情 等到抗金受挫 隐居古墓之后 王冲阳依然心怀天下 为妥杀安置九云正经 平息无畏的杀戮 他煞被苦心 想了个华山论剑的法子 靠武艺利家群雄 这才缓了江湖一片宁静 直到临死之前 他还在用心欧阳峰心疯作乱 炸死破了欧阳峰的蛤蟆功 给中原武林争取了二十年的和平 实在是用心良苦至极了 能够在如此纷乱的武林主持大局 王冲阳靠的就是自己一身 天下第一的武功 一旦取了林朝英 这几门功夫破了 成了二流高手 又凭什么拥有江湖的画室权 更何况王冲阳又十分大男子主义 当年他把古墓让给林朝英时 偏不告诉他断龙石放下之后 古墓还有一条逃生密道 生怕林朝英知道以后 觉得自己留下逃命后路 有时慷慨男儿的气感 秦庸把这男人的心里 拿捏的实在是微妙又精准 王冲阳的武功跟林朝英 本在伯仲之间 一旦取林朝英为妻 自己的童子功破了 岂不是要大大的不如娇妻了 那慷慨男儿的脸面还往哪里割 心悦美人心中实在想娶她 娶了她武功便要不如她 王冲阳纠结啊纠结 为难啊为难 最终还是好胜之心占了上风 气美人而去 可怜林朝英一生枯居古墓 英爱生恨爱恩交织 一边给没人立下规矩 但凡若我古墓一派 都要向王冲阳的话 想妥一口唾沫一时唾气 一边在无人之时 偷视苗金箱子里的金珠凤冠 大红衣裙 想像自己嫁给王冲阳时的样子 刹那芳华士 弹指红烟老 直到死 林朝英都不知道王冲阳不愿娶自己 不是因为自己不够好 而是因为自己实在太好 几乎比王冲阳都好 林朝英死后 王冲阳从密道潜入古墓 对着林朝英的仪容痛哭不已 然而看到古墓中 林朝英所刻玉女心经 一朝以示尽都是全真派武功的克星 不由的面入死灰 深山解如闭门三年 找到破解玉女心经的法子之后 王冲阳狂喜不已 立马跑去古墓 刻在林朝英旁边的棺材板子上 并傻兮兮附上八个字 冲阳一生不弱于人 看吧 直到最后 这个幼稚的男人 还是心想胜负 后想爱 感谢大家的观看关注和三连投币 这里是明著笑谈 我们下期见